大家好 歡迎 大家好 歡迎畢竟成為國中立建美術班畢業成果長 我們是三年級的代表 蕭彩欣 謝雲安 顛智凡 接下來 我們將和大家分享這三年來的學習心得 在這三年的學習 老師時時刻刻都在鼓勵我們 幫助我們成長進步 給予我們建議 也陪著我們走過風風雨雨 而我們學習到的不只是技巧 還有學習到如何將想法詮釋在作品上面 學藝術之路是千變萬化的 不僅要能繪畫 還要能畫出神韻、氣氛 這樣的作品都源自於創作者的想法 而展昌裡的每一幅作品 都是創作者最印象深刻 最想讓大家看見的故事 在這裡呢 我要感謝美術老師 謝謝你們教會了我們很多創作的方式 還有創作的態度 再來謝謝老師三年來的指導 即使您常常責罵我們 但這些都是對我們的滋養與鼓勵 最後要謝謝我們的父母 給我們資源 跟我們學習 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給予我們關心 做我們有力的後盾 在您們的支持下 我們會更加努力達到理想 國中這三年來 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挫折 像是作品趕不上交建日期 或是不符合老師的期待 而被推薦等等 雖然當下都很懊惱 很不甘心 但事後回想起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磨練與經驗 使我們日後更加茁壯 曾經的我 有多次想要轉班的念頭 但最後還是 還是秉持著對美術的熱情 與同學接並肩著朝著最終目標向前邁進 謝謝校長與各位市長的教會 沒有你們就沒有今日的舞台 謝謝我們的班導 沒有您的嚴厲鞭策 就沒有今日亮眼的成績 謝謝我們的家長 沒有你們 沒有你們五條件支持 就沒有今日的我們 謝謝我們自己一直很努力不放棄 未來我們也會繼續堅持 更愛自己 無論我們未來 將要從哪方面發展 希望每個人都能朝向 都能 達到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在班上 有些人小學是就讀美術班的 我便是其中之一 因原本就有一些基礎 所以上了國中 當其他人正在努力跟上時 我們便只需平穩的前進 三年公缺了 每個人都一點一滴的在進步 每個人 本來基礎沒有很好的同學 因為不但的努力 而聽見超越了我們 使我們有了競爭的壓力 在競爭中 我們找到自己的缺失 需時改進 並且有了互相學習的機會 每個人都向著自己的立向前進 可能是高峰美術班 或高職類科 學科成績好的同學 可能會想要 希望能進入一向的高中 不論是走哪一條路 都是自己深思後所做的選擇 希望大家為人都能 選己所愛 愛己所選 最後謝謝各位師長 對於我們的教導 使我們能有現代的成績 非常感謝大家 能夠共同參加我們的 畢業美展開幕 若你不急著離開 或綁著下聽聽我們的導覽 謝謝大家